第四場 《川 earthquake》 疼 說吧 怎麼回事 不小心摔地上磕的 你當自己是大頭娃娃 走著走著 路腦袋就磕地上了 反正我都已經解決好了 我再告訴你 有什麼用啊 遇到坏人了吧 从小到大就这样 遇见任何事项都硬着头皮往上冲 那你也管不着 反正受伤总比被欺负好 我回头一个人在西班牙了 那 那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 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 那天高皇帝远的 我就不信你还能管到我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多话啊 我让你叫我做饭你也不教 那万一那边吃的东西我吃不习惯 我自己连做都不会做 我饿死怎么办呀 西域我才学了三个月 还没你英语说得好呢 你听说那些小偷特别多 你还不让我打架 我连反抗都反抗不了 那我岂不是成穷光蛋了 我要是一个人在西班牙 行了 你赢了 我陪你去 你坐下 你坐下 小心你头上的伤 你坐下 可是你工作怎么办 我之前没告诉你 有一个在西班牙的老板 开上了我做的家具 想聘请我做他的设计师 当时我把人家回绝了 现在挽回应该还来得及 怎么这么巧 你不信啊 不信问春节 我信 我信 太好了 你疯了